岛内快筛事迹严重匮乏 而岛内媒体曝光出 资本额仅200万元新台币的 台湾高灯环球生衣有限公司 却想拿下1700万剂 价值16亿元新台币的快筛订单 这在岛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今天上午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到台北地检署 正式提告台卫福部门负责人陈时中 涉嫌图立读职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贯疑 台卫福部门以紧急采购方式 规避相关条例规定 把完全不符合条件的高灯环球生衣 纳入采购商名单 按照岛内的相关规定 一财商应加入工业团体条例 或商业团体条例规定的同业工会 而高灯环球生衣却没有加入同业工会 不仅如此 根据该公司董事长刘伟泽的说法 是台卫福部门主动邀请其 参加快筛厂商会议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表示 这明显违反紧急与巨额采购要点 一个200万的公司 要承接这样的一个巨额采购 那过程当中 难道只是因为疫情的升高 所有的法规都可以不去理睬吗 我们希望透过司法的动作 让这件事情能够水落石出 到底谁是高灯背后的大魔王 除了到台北地检署案铃告发陈时中 涉嫌图利读之外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还举行记者会 进一步说明高灯采购案背后疑云重重 有国民党民代就表示 高灯环球生衣的幕后金主被查出 过去曾是民进党团总召 科建明办公室顾问 对于外界的质疑声浪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陈时中 与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却迟迟不公布专案紧急采购 快筛试剂会议记录 我们不希望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有人以益谋财啊 以益贪啊 为什么这么多的案子 都跟执政党有关 都跟柯总召身边的人有关 为什么跟其他的党派的人没有关系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督促台检方 尽快查明真相 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 岛内疫情不断延烧 北部疫情重灾区的快筛事迹 是一记难求 很多民众只能转向南部的亲友球员 让全台乱象四旗引爆民怨 更多内容请范围 大门来看 范围 好的 于飞 台湾警报对此犀利质疑 警报指出 当确诊人数仍以每日数万人的速度增加 台湾民众的痛苦何时能了结 各地纷纷为民请命 为何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仍不慌不忙呢 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民进党籍前民意代表郭正亮披露 现在全世界快筛事迹过剩 很容易就能买到 但台湾地区买快筛竟要排队 民进党当局不仅不让进口 还设下各种限制 海外亲友是想寄寄不进来 民间捐赠是想送也送不出去 对此他讽刺到 他说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快筛政策 用四个字形容就是荒腔走板 另外台湾资深媒体人赵绍康表示 民进党当局不身自谦虚检讨 还自以为是做了多大功德 让药局每天发78份 逼岛内民众一大早冒着炎日苦苦排队 对此他怒批 他说 陈时中光是为快筛剂严重不够 就应该辞职下台负责 民进党当局自己无能却严厉管制民众 又处处要求民众快筛 民众无所适从 十足现代版的柯正猛于虎 最后快筛之乱 已成为最近台湾最引民怨的惨事了 民众漏夜排队 既有群聚感染的优惧 又有买都买不到的愤怒 身心俱疲 眼看着确诊人数居高不下 人人自危 可民进党当局竟淡漠是之 根本不能苦民所苦 对此台湾学者林宝纯 他就批评 他说 将快筛剂居为奇货 以一谋财 图利一些绿油油的厂商 连生育不佳 资本不足 一财不熟的小吃店游戏公司 都可以被邀及前来投标 事关百姓生命安危 还胆敢如此作为 且又百般狡辩 这不是残民以自肥吗